高雄市近年来新屋推案一直增加 不论是市郊蛋白区或市区蛋黄区 满满大楼推案让人不注意也难 为吸引购物组青睐 即便是首购宅 公社可一点都不马虎 跳高气派迎宾门厅 休闲设施如同饭店规划健身房 或是顶楼设置有无边际泳池等 都让人好想买户来住 如果像我们家里三加一的话 大概40匹以内的是 我觉得因为太大也是不好整理 如同梁先生一样 选购40匹内住宅都属自住需求 该类住宅也是目前市场供给主流 共同特色是公社精美地段具特殊性 但该类青豪宅物件那么多 要如何挑呢 地点也相当重要 学区学校的方便性 还有购物的便利性也相当重要 那景观豪宅来讲的话 当然在第一板会是最重要的首选 如果以首购型的这些对象来讲 一般都是在一层四户上下 是最标准的 选择商业经人热络地段 住家户数不宜过多 居住品质较佳 别对美轮美奂公社冲昏头 如果喜欢看书的就挑有阅览室 喜欢游泳健身的可挑选泳池宅 那像这种精品宅在高雄的价格带 大概在市区的话 三房一千万左右就有 那两房的话呢大概在六百万左右 高雄市近年来新屋攻击爆量 预售加上新城屋达两万户 勾足可多看多比较 适时杀价才能买到物媒价廉住宅 地产中心采访报导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就会被进入到 先不要评册